哈囉YouTube 我是Kate思琳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霍氣呢就是我們在中華料理上面 常常用到的一個算是技法吧 但是我從來沒有真正的去體悟到 故中精華 我在網路上面稍微搜尋一下 鍋氣它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主要是希望用大火的溫度 去做不斷的翻炒 把料理的色、香、味全部給帶出來 鍋氣有四大重點 熱、快、乾、香 第一點 熱 鍋子要非常非常的火燙 讓你在料理完之後 吃到口中會有那種 啊!快被燙傷那樣的感覺 快呢就是中式料理大多都是那種大炒鍋 非常快速的料理一下子就可以上桌 要求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 讓它的味道瞬間被爆出來 鎖在整道料理裡面 乾這一點實在是太有趣了 見醬之而不見醬之流 不量但是又不能油膩 有欠而不見欠 真的要非常的去體會才能夠了解 這什麼意思啊 再來就是香 把整道菜爆香爆出來 然後要帶有微微的焦香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學習西式料理為主 要我馬上去體會鍋氣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西方人想要去理解它可能也很困難 所以他們自己發明了另外一個炒飯的做法 鑄鐵鍋來做炒飯 欸!效果聽說還不錯喔 因為它會有點介在韓式拌飯 跟一般的炒飯之間 各位朋友今天就跟我一起來體會看看 鑄鐵鍋能不能炒出鍋氣 鑄鐵鍋做菜有點耐心 肉一放下去會有點沾黏 但是時間久它會變成一個酥脆的外層 它就會自己脫鍋 可以盡情的把鑄鐵鍋加熱到非常非常火燙 它承受得住 再來你可以用鑄鐵鍋煎出更漂亮的酥脆的外層 它的梅納反應會最漂亮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歡迎點擊這個金灘號去看 看起來 呢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铸铁锅炒饭完成 看起来有没有一点西班牙海鲜饭的错觉 我觉得铸铁锅有另外一个好处是 你可以直接把它拿来盛盘 因为它有余温 底部的炒饭 呈现有一点点像是锅巴的感觉 好烫好烫 我觉得是很好吃的炒饭啊 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一点是 让它非常的粒粒分明 可能就是锅气不够吧 饭它有一点点锅巴的那样子脆脆的口感 加上那个香肠本身就很美味 然后配上一点蔬菜 所以这就是一份非常适合家庭去做的炒饭 如果你不会甩锅 或者是你跟我一样很难掌握锅气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替代做法 我是KCD 喜欢这期视频后来不要忘记 按赞分享跟订阅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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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